正好那个火机今天想看这个盒子币了啊关于盒子币我们然后呢我讲两句 盒子币啊其实就是说这个盒子币里面有很多都是 盒子币里面有很多都是假的盒子币里面就是说保真的一般是什么呢 一般是公博家的公博 然后你用那个微信二维码一搜这个页面啊会出现这个 会出现页面会弹出页面 弹出页面之后啊有有有跟他是相应的对照片 照片呢然后然后在那个你点一下他能弹出来 然后你要下拉这个页面的话有公博家的这个网页的这个地址 一般这样的东西是对真的像这种东西这是送钱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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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送钱的话不值钱啊 这个是币下字的这个这个钱应该不对 这钱不对啊所以说币盒币盒子的钱不是说百分之百都对的啊 装盒子里的钱不是对的啊装盒子很多装盒子里面的很多都是假的 很多很多都是假的啊如果说想玩盒子币的话 也得各位注意一定要看评级啊一定要看是公博家的啊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呃 扫一下那个二维码弹出来有这个页面把点图片能点开 还有往下拉的页面的时候有网址哎然后再对比一下照你谈你搜索出来的页面跟这个手里装进盒子这个是不是一样的啊 这这就是真币假币的来源任何东西都有房品买东西是需要谨慎的啊 正好这个 就是说这个拿起这个盒子币了啊就好就就讲两句啊 所以看看这是乾隆的外销词 这是乾隆的典型的乾隆的 外销 右面肥瑞化工精美 看看霍氏红自然凝润 很开门 乾隆的外销的 买东西就得买这种大开门的啊这种东西市场价格一般是一两千左右啊 这是康熙的五彩 康熙五彩 这是康熙的年代感到这也是会留的看看 青花看康熙粉彩看雍正 这个是 这是康熙的啊其实粉彩的话还是看雍正的雍正的时候是这个粉彩的这个巅峰 好不好 五福捧收 豆青盘 都是很开门 加白 带菜 这种这种盘现在市面还有地摊上夹的最多了 这种豆青盘 知道了 这个应该是夹青的 瘦子知道了 青花浮在表面的一定是现代的胎底也脏一定也是现代的知道了 这个胎得有吃胎感 清中期之前都有吃胎感 得沉下去 知道了 还有就是说这个老的青花跟现代的这个化工的青花他不一样 不一个颜色 这种的就完了这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啊 六十年代的啊 这不是他这个冬瓜罐这是冬瓜罐 花的是花的是白菜啊 白菜 白菜 恭喜发财 白菜嘛也是一清二白小葱拌豆腐啊 一清二白 冬瓜罐 这是清晚期的 清晚期的买东西就得买这种打开门的 一对 很不错 漂亮漂亮 黄地的 黄地粉彩 漂亮吧 洗字罐了 带洗的 带洗字的东西最早就是出现在就是 就是最早最早就是就是那个 最早是乾隆 最早是乾隆 乾隆 嘉庆 不是说错了 这里错了 恐怖恐怖啊 洗字 洗字罐 洗字盘 带洗字的最早是出现在是这个 乾隆的儿子 是嘉庆 最早是嘉庆 最早就是这嘉庆 带洗字的 只要是带洗字的东西 不管是青花还是粉彩啊 还是干嘛的 只要是带洗字的最早出现的年代就是嘉庆 最早是嘉庆 刚才口误了 说成乾隆了 最早是嘉庆 所以这个是晚期的 很漂亮啊 菊花 牡丹 蝴蝶 花都栩栩如胜 大盘 象征着富贵 富贵 吉祥 如意 身份的象征 漂亮 简简单单 其实买东西就得买大开门东西 他们家东西都很老 哎呦 这些东西我都想买了 我想买啊 我让你重打开고 我给你另征 和爹 中文字幕——YK